我和我的朋友泰德被困在一个坚守者监狱 不光是外表可怕 它的内部也很恐怖 这个监狱完全由基岩构成 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挖掘逃生 而必须一步步寻找线索破解监狱 我出生在一个被基岩包围的区域 面前是一片岩浆河 而我的正对面则是我的朋友泰德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泰德背后有一个展示框 上面是一艘木船 但它够不到 还有一个TNT 在我视野里是看不见的 环顾我的周围 我看到了一个墙壁里的工作台 泰德还告诉我 我的头顶还有东西 我开始不断尝试 果然在我周围找到了不少东西 就这样 我在各种基角嘎拉里找到了五个木板 聪明人已经知道我该怎么迈出第一步 没错 我合成了木船 然后通过上船下船成功走出第一步 但泰德仍然被困住 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先进入右手边的新房间 看能不能找到破解之所 新房间里有个洞口 被合金块挡住了 房间中间还有一片雪 但是我没有敲 除此之外 还有个十二格高的楼梯 但是我爬上去什么也没有 只能看到天花板上是一片树叶 但不知道有啥用 我返回原点检查 是否有东西藏在岩浆里 但是确实没有 我现在已经知道要用什么帮泰德脱困了 我需要制作雪桥 但是没有桥 所以我先要制作桥 现在我只有一艘木船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木船分解吗 有 只要木船在特殊的几个高度掉落 它就会分解为木棍和木板 其中就包括十二格的高度 就这样我用最初房间里的工作台制作了木桥 然后成功得到了雪球 你可能会问 拿到雪球有什么用 我会投掷雪球 让雪球穿过岩浆击中后面的TNT TNT爆炸会让泰德身后展示矿上的船掉落 那样他就可以出来了 就这样泰德得以进入新的房间 而我也得回到刚才的房间 想办法打破下界合金块才行 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泰德触碰到半线勾激活了某个机关 虽然他那边没发生什么 但是我这边的天花板爆炸 岩浆开始缓缓流下 我这边已经没有任何线索了 现在我的生死就全靠泰德 只要他那边能破解线索 我这边的门才能打开 看泰德的视角回放 他这个房间里有一只鸡被困在玻璃通道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熔炉和一块南瓜 熔炉里是铁矿 没时间思考 立马把船当作燃料 烧制出铁钉 但是不知道南瓜有啥用 我这边的岩浆已经越来越低了 他在鸡通道的尽头 看见一块压力来 泰德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 他用烧制好的铁钉制作了剪刀 再用剪刀雕刻南瓜 这样打破南瓜头时 他会掉落四个南瓜种子 这样泰德就可以利用种子 不断吸引鸡前进 但鸡走得非常慢 我这边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经过漫长的引导之后 小鸡终于进入洞口踩到了压力板 回到我这边 就在岩浆马上要交到我头顶上时 那个洞口终于打开了 我迅速跑进新的房间 但是岩浆也随之蔓延进来 我不得不牺牲我仅有的两个木块 通过搭高再次进入一个新的房间 现在我和泰德收到了同样的指定 告示牌上指定了东西 让我们扔进洞口 洞口下面是一个漏口 当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扔下去的时候 我听到了活塞移动的声音 在这之后 我们各自的房间里打开了一个通道 我们通过各自的通道 来到新的房间 这个新房间里最明显的 就是这个玻璃窗 玻璃窗那边是泰德的房间 它那边有雪和萤火 在窗户的下面 还有一个奇怪的洞口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村民 可以和它进行交易 猪排换箭矢 肌肉可以换泥土块 最后在这里 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房间 这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输出 下面是个漏洞 里面什么也没有 泰德那边也差不多 告示牌上写着输入 上面是一个把镖方块 下面是某种红石装置 不知道干嘛的 所以回到房间探索另一侧 在这个小房间里 我看到了一个发射器 在里面我得到了弓 泰德那边得到了三块熟猪排 所以现在 我知道该做什么 我打破窗户 跟泰德交换了一下物品 然后我跑到村民那里 用熟猪排换了一个箭矢 回到窗口那里 把箭矢交给泰德 之后泰德成功利用弓箭射中 把镖方块 而我这边则出现了一个钟 监狱作者应该是想用 钟声激活泰德那边的红石装置 但是这个距离太远 我根本够不到 现在只能再把 刚才给泰德的弓拿回来 再次找到村民交易 拿到箭头 开弓射箭 钟声响起 回看泰德视角 钟声响起后 他那边便出现了一只鸡 现在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了 再次交易箭矢 然后把弓箭交到泰德手上 泰德射中菜鸡后生鸡肉 便从他那边的输入漏洞 来到我这边的输出漏洞 现在需要把鸡肉搞熟 才能跟村民交易 与此同时天花板上 有一道岩浆柱留下 但是没用 我没法将生鸡变成熟鸡 就在这时 我看到侧边的房间 有水柱留下 我沿着水柱上游 来到新房间 这里什么也没有 而且还差一个方块垫脚 才能继续前进 重新回到水流 在水流顶部得到了一个石锹 泰德那边情况也差不多 他也需要方块垫脚 而且没有得到任何物品 我们到窗户边集合 我把石锹给了泰德 因为他那边有雪 他也成功得到雪球 那么该怎么得到熟机呢 还是类似于之前雪球点燃 TNT的操作 这次我们要利用雪球点燃银火 泰德把雪球交给我 我瞄准岩浆和银火 3.1线 成功点燃 之后 我再把鸡肉交给泰德 这样不一会的功夫 就可以得到香喷喷的烤鸡 当然鸡肉并不是给我们吃的 泰德重新把熟鸡肉交到我手里 我拿着鸡肉再次来到村民那里 交易得到了泥土款 现在有了泥土款 我就可以用它垫脚 进入那个新的房间了 在新房间的墙壁上 我在一个发射器里面 得到了下界石鹰 海金碎片和黏土球 进入下个房间 同样需要一个方块点击 所以我原路返回 把泥土块交给泰德 先让他探索新的房间 在新的房间里 他得到东西跟我差不多 但是它是三个下界石鹰 我是两个 现在我们重新聚集在窗口旁 现在你也知道要做什么了 很明显这里的东西 最多可以制作出三个实体方块 再加上泥土块正好四个 我们每人两个 就这样 我们再次来到了一个全新的房间 又是同样的套路 我们还是无法在一块 可以看到我所在的房间地面 和顶面都有洞口 我们继续探索 来到一个公共区域 我发现我们依然被屏障方块隔着 这里有一个红石装置 它旁边的告示牌 写着需要给装置增加信号 我环顾房间 在一个漏斗里 找到了一个漏洞 除此之外 我还注意到了墙上的红石火把 果断取下 泰德那边得到了两个红石火把 他那边还有一个工作台 思考了一番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泰德 泰德打开合成表发现 并不能制作任何东西 还好泰德灵机一动 打破工作台 并在他下面的发射器里得到了三块石头 这下他就可以制作一个红石比较气了 然后他把红石比较气交给我 他在那边放置漏洞 我这边放置比较气 红石装置激活 之后我便看到刚才房间的天花板上 有水流落下 我沿着水流一直往上直到来到全新的房间 在这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奇葩 泰德那边则是满屏的法镖方块 可以看到只要像走到F5位置就能赢得比赛 也就是说泰德那边要用弓箭射中这个位置 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箭头 交易箭头还需要数猪排 我们卡住了 只能闷头寻找猪肉 幸运的是我在一个柱子后面找到了生猪排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烤鸡的那个房间会合 重新会合将猪排交到泰德手中 烤熟之后再给我 我交易出箭头之后 再将箭头交给泰德 返回之后射中F5位置 机关被激活 房顶开始流下水柱 我们沿着水流一路上游 成功会面 我们开心地各赏了对方两个嘴巴子 我们沿着通道 一直前进直到来到出口 监狱作者还贴心地给我们准备了木船 我取下木船 跟泰德荡起双脚 超级困难的监狱破解成功 这是一个模仿凋零外表制作的监狱 它的内部房间完全由基岩构成 只意味着我不可能徒手挖出通道 只能根据线索一点点破解 现在跟着我一起逃出这个超级复杂的凋零监狱吧 我出生在一个漂浮在半空的工作台上 四周没有半个方块 所以我现在无法跳到门口那里 我环顾一周后发现了贴在工作台侧边的展示框 是一个铁钉 在另一边也是同样一块铁钉 现在问题来了 我该用这两块铁钉做什么东西跳到对面了 考虑一番 我决定分解一个铁钉 再和另一个铁钉做了一根铁链 就这样我通过铁链成功进入下一个房间 进入新房间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熔炉 炉子里有五个铁钉 中间的地面上还有一个大洞 洞口连通着下面的房间 我环顾四周发现了刚才没有发现的东西 我又在炉顶上发现了一段铁骨 我知道我该怎么无伤到达下面了 我回到刚才工作台的地方 做了一个矿车 我把矿车缓缓推下洞口 然后拿上铁轨跳下洞口 再落地的一瞬间放下铁骨 这样就避免了坠落伤害 来到下面 这里连着一个通廊 走廊尽头是一个沙块 转弯之后便是一个楼梯 前面就是一个熔炎坑 聪明的人已经知道 我该怎么越过去了 这需要一点技巧 但幸运的是我一次就成功了 来到一个新的区域 这个海龟池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 在龟池上面的天花板 是一个大洞 上面有雨下落 乌龟下面是一堆漏堡 我在里面获得了三个铜钉 和一堆烈焰粉 除这之外 还有一个欠强的工作台 一个告示牌 上面写着需要压力激活机关 一个充满岩浆的连郎 最后还有中的一个熔炉 里面有两个金矿石 底部还藏着展示矿 就这样 我又获得了一颗橡树苗 我感觉我需要做个黄金压力板 告示牌和橡树苗 总共可以提供1.5的燃料值 现在燃料还不够 还是缺少0.5燃料值的物品 我现在不知道眼下的东西 如何才能使我获得燃料 无奈 我只好打开墙壁里的工作台 看到我可以做一个避雷针 可是这又能做点什么呢 于是我去搜了百科 发现用避雷针击杀海龟 就有可能掉落木碗 我把避雷针放到海龟池 希望他们做好牺牲的准备了 谢谢海龟兄弟们 我成功拿到了碗 现在燃料足够 我终于做出了两块铁定 然后黄金压力板也成功做出 用压力板激活机关 沿江通道就可以安全通过了 在此之前我还得收下所有的东西 就这样我又来到了一个新房间 这里有两个墨椅 珍珠和一部楼梯 这时候就又要用到 基岩和墨椅珍珠的特性小技巧了 我把楼梯放在墙角上面 然后使用墨椅珍珠成功进入新房间 这里面有好多物品 一个墨地传送门 但缺一个墨椅之影 还好我还能合成一个 我收下一堆面包和所有的装备 来到墨地我获得了一把钻石狗 挖到地面 我要跟墨颖龙决一死战了 等打败墨颖龙 我便可以通过传送门 回到监狱外的主世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